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台南一位警官在警察节前夕举枪自枪 今天又传出性侵通缉犯夺警枪逃逸事件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老师 是否要强化治安 除足额编列警察人力 装备外 应强化云端治安监视 提升破案率及遏止犯罪 高斯伯老师 过去八年台南偏乡边缘化的情形日益严重 警察资源更是如此 一旦他当选市长 将强化偏乡的社区警政 有效运用民间异警 志工和巡守队 协助警方巡逻勤务 并提高监视器妥善率及品质 弥补偏乡警力不足的问题 而都会区及治安热点区域 则强化云端治安监视 并由单一专责单位全权负责 让监视器管理权单轨制 相关的犯罪率 犯罪人口率 被害率 破案率等资讯 也将公开透明化 以地理资讯分析系统 GIS 结合地理资讯与大数据分析 找出犯罪热点 让远警办案更有效率 又鉴于毒品是台南治安最大的隐忧 未来也将制定台南市毒品防治自制条例 切断校园毒品源头或供应链 强化毒瘾患者的借引治疗 协调中央主管部会 完善戒毒长期处与配套措施 接着